我们注意到8月22号 中国生物的董事长 他宣布了一条消息 就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疫苗 现在进入第三阶段的研究 也就是说经过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证实这个疫苗有效 而且安全 这个情况下在做人群的实验 也就是说 人群在正常人里面注射疫苗 和不注射疫苗 看他的发病情况 因为我们中国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 现在病例也非常少 很多人就在质疑 这第三阶段没有病人 没有病毒了 怎么做第三阶段 昨天我看到8月22号的这个消息 我们国家跟一些高发区签订了协议 就是在中国的生物公司 跟一些国家签订一些 在这些高发区 在做三阶段研究 目前已经有2万名进行了 正在研究 因此这个结果我认为很快 几个月就能看到结果了 所以年底之前疫苗 是一定可以上市的 虽然我们国内没疫情 没病毒 没病人了 但是这个结果 我们在国外 中东 欧洲 美洲 都有病人出现 就可以拿得到这样的数据 我们非常期待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